芝麻杆能不能用来压颗粒养牛羊 你好朋友,我是张一 咱们养殖户的需求真的是多种多样 之前我们用干的玉米解杆,花生羊,麦解杆 分别测试过饲料颗粒机 现在粉丝是想采购一台新款的 磨盘不转压而驱动的300颗粒机 想用芝麻杆粉碎以后直接压制饲料颗粒 但是又怕说设备到压不好用 所以要求我们今天在厂区做一个详细的测试 今天芝麻杆我们准备的也非常多 准备测试是两台机器 芝麻杆一粉碎我就知道养殖户为啥要用这个原料来养牛羊了 刚才这些是没有粉碎的 底部我看到了很多的白的芝麻粒很小 这些东西原来都是榨油用的 磨盘不转压而驱动 咱们新款的设备有一个优势 就是设备你不管停了多长时间 启动的时候找一盆玉米棒子直接倒进去 磨盘里面的原料就清理干净了 直接启动 咦 咦 咦 芝麻 咦 costumes 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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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您看一下朋友 这就是全干的芝麻杆粉碎以后 直接压制出来的饲料颗粒 您看一下这个颜色 这里边任何的原料都没有添加 这个硬度也是非常的高 您看这种颗粒用来养牛羊效果怎么样 我们把这颗粒直接倒出来 这是在厂区帮咱养殖户测试的新款300颗粒机 这是全干的玉米棒子 没有经过粉碎 一次成型压制出来的饲料颗粒 下边这个 像这个颗粒您觉得是烧火用合适呢 还是用来养牛羊用合适 朋友们如果有其他建议的话 也欢迎您在我们的评论区直接留言 我是张一 祝您在家养殖顺利朋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